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会教你清除TLM应用程序数据 然后尝试验证你的手机号码 但我的视频略有不同 那是什么 只需找到TLM应用程序图标 只需长按该图标 它就会显示一个弹出屏幕 所以只需按这个圆圈图标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转到 全线 然后检查是否允许所有全线 一旦你授予所有访问全线 然后检查你的手机日期和时间 设置是否标准 你始终可以启用此 自动日期和时间设置 然后重置一次你的所有网络设置 并且重置过程成功完成 同时如果你使用WiFi网络 你还可以检查你的WiFi路由器指示灯 是否所有灯都呈绿色亮起 否则如果它可能会显示红色警告灯问题 因此只需在重置网络设置后检查它 然后重新启动你的Android手机 所以现在重启完成后 我尝试将我的手机连接到WiFi网络 并且连接成功 所以最后一次我尝试访问 这个Ti-E-DAM应用程序 因为我需要检查它 这个技巧是否有效 等待手机短信验证码 现在我终于收到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成功登陆Ti-E-DAM帐号 手机号码验证过程已成功完成 现在这一次 没再出现尝试次数过多 请稍后再时的问题 因此无论如何 如果这个技巧对你有用 请在听完看完后 给我点赞订阅就对了 还有留下你的宝贵评论 如需更多科技视频 你可以订阅我的科技频道 亮哥CWL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